Hello,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22号农历正月22,星期二 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也是我头一次给自己做核酸检测 因为新西兰现在马上进入应对Omicron的第二阶段 其中的一条措施就是我们这些隔离设施的工作人员可以自己做这个快筛 我打开了之后,但是我又想到应该录个视频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拆开了一套的快筛的装备 一个鼻烟柿子,然后一个试剂盒检测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种装有溶剂的小瓶子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先把眼镜和口罩摘了 我们现在在工作的地方戴的都是N95的口罩 就是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防护效果 然后这个鼻烟柿子呢,我们把它打开 自己捅自己的鼻腔还是挺酸爽的 而且捅进去之后,它要在里面转动五圈 但是转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很容易就会打喷嚏 就是特别痒,然后转着转着就突然想打喷嚏 如果你在公共区域的话,记得一定要打在手肘里 或者是拿东西遮上,因为我的办公室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所以就无所谓了 然后下面呢,我们把这个鼻烟柿子进到这个溶剂里面 然后泡上个15秒钟 原来呢,都是由这个护士来帮我们做的 现在呢,这个快筛的话,它就15分钟就可以出结果 之前的那个呢,是都需要把它发送到实验室 所以相对来讲成本会高一些 这个鼻烟柿子,我们把它塞进去 那好了,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溶剂 滴到这个试剂盒上 它这边有一个小的区域,我们把它滴进去 总共是要滴3滴,就挤3滴进去就可以了 有点像当年咧咧怀孕的时候,咽孕棒的那种感觉 那好了,下面呢,我们就等它过个15分钟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这个结果吧 第一次自己做,然后还是挺忐忑的啊 新西兰现在每天的新增确诊呢 差不多在2000多例吧 然后专家估计说在3月底的时候会达到顶峰 日增会超过万例 整个新西兰这个国家才500万人呢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挺多的 好,消完读之后我们继续把口罩戴好,做好防护啊 过了15分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那好的,其实这样的这个显示的话就表示说 我们的这次检测是阴性的啊 如果你是检测阳性的话 它还会再让你做一次那个PCR的那个测试 那个就相对来讲更准确一点 那样的话就会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阳性 那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是简单记录一下自己第一次做快筛 也祝屏幕前的你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平安健康 拜拜